今天晚上應該是立法會近年來 可能甚至是蔡元村那次包圍立法會之後 一個最黑暗的日子 今晚我們見到不單只是一條違憲的一地兩檢的法例 是被粗暴地通過 也都看到立法會裏面不論是主席建制派全部是一起去配合 就好像打一場球踢一場球 但是人人都在犯規 但是沒有所謂的 一樣就是結果決定一切 結果就是不惜一切通過這一條違憲的法例 所以今天是一個非常之立法會 我們看到一個非常之黑暗的日子 但是我想跟香港人說 我們今天投票可能表面上是輸了 但是實際上我們一定要保持這個 我們對這件事這麼憤怒的心情要繼續下去 繼續下去監察不單只是這個高鐵 更加是可能 可能接下來政府會將我們基本法 將我們的一國兩制 肆意地繼續去踐踏的企圖 所以我呼籲香港人 即使看到今晚這個情況 要繼續保持你的希望 跟我們一樣要堅持下去 跟著我要請陳淑莊議員 講一講 然後其他各個板塊的議員 繼續表達一下他們的想法 各位大家好 今天政府贏了一條草案 但是輸了一國兩制 今天是立法會最黑暗 最令人悲痛 最令人憤怒的日子 不單止是粗暴地過了一地兩檢 這一條條例草案 在林鄭、陳凡 嘗試去用盡一切的努力 去通過一條出賣香港人的條例草案 還要再有建制派保駕護航 再見到梁君彥作為主席 本來已經壓縮做三十六個小事 跟著他要一錯再錯 再要逼我們 再要再落閘 還要不停搬龍門 他甘願做奴才的奴才 來到今天 陳凡的工作當然未完 港鐵就著高鐵試車出軌 跟著西九龍總站漏水 跟著米埔隧道下面又滲水 有種種的問題 能不能夠預期通車 能不能夠回本 跟著內地的執法人員 會不會乖乖地在內地口岸區 做他說的事情 現在還未知數 我們要繼續監察 我們民主派的議員 這麼多年來 由高鐵賠款到今天 我們竭盡所能 我們雖然是細分 我們雖然人數少 但我們從來沒有放棄過 我們一直指出憲制的問題 到今天 我們亦都修訂 不過很可惜 全部被梁君彥 斬得的就斬 跟著再去到被保皇黨 可以否決的全部都否決了 我們只不過是想 將一個違憲的條例草案 盡量救一救 但是沒有用 不過不要緊 今天被他否決 將來我希望各位市民 拭目以待 我們今天做的修補 都是為了市民著想 到最後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的工作絕對未完 今天通過了條例 但是條例怎樣落實 高鐵究竟人能不能夠如期通車 究竟將來還有幾多幾多的問題 無論是林鄭 陳凡 港鐵 都要繼續問責 我們絕對不會放棄 我在這裏 我也知道時間無多 大家到晚 但我都想說幾隻字 是我之前 黨友 不可以 我今天都說過 法治 你可能今天 不覺得它的存在 它就好像空氣的氧氣 你有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 但沒有了那一刻 你很快 就會察覺得到 你的生命 也都完結 這就是我對法治 對一地兩檢 和對香港一國兩制 在這時候的感覺 希望香港人繼續努力 謝謝 不好意思 我想很多人都失聲 不過你又失得緊要了 我剛才再招呼了 梁君彥幾聲 今天 這條 所謂一地兩檢的草案 應該就是 九七年之後 這個立法會通過的 最惡劣 最殺傷力大的 一條政府的草案 你是強行來的 大家看得很清楚 你是政府那個陳凡 拿著麥克風 完全是肆無忌憚的 然後由梁君彥代表 這個完全是保皇黨 控制的立法會 那種憑臂為奸 勾堅搭背式的配合 你是不能想像的 但是呢 我們今天看來是輸了 我們都不會太過自我安慰 說完全不要緊 我們但是一定會繼續堅持下去的 還有接下來 還有國歌法 還有二十三條 他現在以為 吃過番尋味 原來是可以這樣強行過的 他下次一定會再來 所以我們呼籲香港人 跟我們一起站硬 我們是永不認輸的 多謝 今天這條一地兩檢的條例呢 我想最爭議性呢 就是究竟 它有沒有違憲或者違法 在我們來說 是很清楚不過 但是今天呢 你看到政府呢 竟然是只有一個陳凡在席 我們的律政司司長呢 我們的律政司司長呢 失了鐘 今天這條條例通過了 我們不斷說 說它是違憲 不斷說它裏面製造了很多在 可以執行這條例的時候 出現的困難 甚至是根本是做不到的事 無論建制派或者政府呢 是完全沒有進入這個辯論 只是懂得喊口號 所以今天的辯論 這幾天的辯論呢 是很清楚顯示 它們根本就沒有道理 而今天可以鑑操勵 破壞了一國兩制 違反基本法 明天它就可以更進一步 我們希望大家 小心 看著這個特區政府 看著這幫保皇黨 認住它們 它們就是剝奪我們香港的 最基本保護 基本法的這幫人 好 英文 你講吧 你明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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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是最重要的事 從1991年 你明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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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說 我明明說 你明明說 你明明不說 你明明說 我明明說 那些什麼 我們現在不是說 我只能說 我申請 你明明說 你們不說 那些何時 人會表現 你難生 キミ 主持人議員 我作為關注組的召集人 我亦可以在此重申 關注組由成立至今日我們所舉行的會議 從來沒有談過這部份 從來沒有談過我們由關注組 去做一個司法覆核 我想這可能性的確是存在 但在哪些人去做 或者當然我們一定需要一些法律界的人士 他們帶頭去看有甚麼觀點 是最適合去提出的 之前亦有人提出過 所以我想我們在這個階段 我們這裏就沒有辦法可以說 在法律方面的跟進會怎樣做 但我相信這方面是一個很大的可能性 但我想在這方面 我們仍然有很多要監察 接下來政府在執行一地兩檢 或者高鐵運行的情況 會出現的問題 這個亦都是更加直接 我們作為議員的身份 是需要先去監察的 我補充一句 我理解 有一個法律界的成員 已經在研究中 這個司法覆核的可能 或者是那個困難等等 因為我們有很多事件 有很多事件 為何這裏不算是 沒有的事件 當然是沒有的事件 有很多事件 有很多事件 对于香港人的俄罗派人的俄罗派人 因为香港人有新的俄罗派人 尤其是俄罗派人的俄罗派人 但是俄罗派人的俄罗派人 不像是俄罗派人的俄罗派人 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 俄罗派人的俄罗派人 如果有任何问题 政府拟出勤务的影響 政府必须去报告 政府需要网站任何方法 政府必须去报告 政府需要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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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asically the president of LegCo working with the government with brute force to force through the bill. If they are so confident about everything that they are saying, about the legality, about everything, then the Secretary of Justice should have been here and they do not have to resort to such tactics in order to force through the bill. So it's important for Hong Kong people to remember what has happened today and also continue to look at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with the operation of the Express Rail and the collocation arrangement, and then they will see who is right. Time will tell. I think the biggest way to do this is some of the rules of the law which is more likely to be used by the law to stop the law to help cause the law to check in on the other side. One of the rules is to help North Korea that was hard to say. But the truth is that people need to know what the law is using the law to and then to work on a law 如果政府是這麼有信心,他們在說所有的,這條法例又對香港經濟有多好,又多安全,你又不用怕,又合法例的, 用什麼用這樣的方法呢?很容易想一想就知道有問題,所以市民最後都是要,我相信,要他們作出一個改變, 看到這個問題,改變,帶來一個改變,我們包括在議會裏面的改變,至於你說,我們會不會就著他今天的工作,去司法覆核呢? 當然,我們一定會回去看他今天所做的所有的一切,我們將來都要了解到,我們如果再面對一些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有什麼可以對策的地方, 但是,我想我們都不會輕然,就是去做一個司法覆核的,因為實際上來講,如果我們遇到的情況和過去一樣,就是一個,譬如在法庭裏面, 他們都說,我們又不想管你們那個立法會裏面的情況,不想干預了,結果呢,就是只是令到他們更加是為所欲為, 所以呢,我們一定要很小心地去面對這個問題,我們回去會看的,因為過去一年呢,由議事規則的修訂, 一直到今天呢,其實有很多東西呢,跟我們一年前,在立法會的時候呢,已經是改變了, 那麼我們那個對策要是怎樣呢?我相信接下來兩年,我們還在這一屆裡面的兩年呢,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麼,但是我們要回去,小心地去審視了,再去決定接下來怎麼做。 好,謝謝,辛苦了大家。 好,謝謝。